那么我们下面我们就知道 它的init就会在系统启动的时候 我们就只需要知道init在系统启动的时候 它就会去启动 这是作为它的什么进程ID唯一 那肯定是内核加载了之后的第一个进程 对不对 第一个进程就是我们init这样一个进程 那么这个进程启动了过后 它会做一件什么事情呢 它就会去查找 去查找 去查找一些配置文件 那么这个配置文件我们都知道是放在ETC下面的 对不对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ETC下面跟init有关的东西 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大家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在新版本的ubuntu里面很奇怪 就是我们查到下面 比方一些关键词带目录的 它会把这个目录下面文件全部都列出来 我觉得这个蛮不方便的 以前的不是这样子 以前的不是这样子 好 这有个init文件夹 下面有一大堆的config文件 大家看到没有 然后这又有一个init.d文件夹 下面有一大堆的这些文件 那么我们通过颜色可以看得出来 这些都是文本文件 那这些是什么 这些是我们的连接文件和可执行文件 对不对 好 还有一个这个init.d tools 好 那么现在我们就来看一下 在init这个文件夹里面 有一大堆的config 那么这些config的话 最最重要的 首先启动的是rc system init 系统启动的时候的这个config 那么rc我们都知道 就是run command 就表示是启动的时候运行的 对不对 是启动的时候运行的 那么我们进来看一下这个文件 我们还用cat吧 用cat rc 这个文件 然后给它 跟行显示 因为我们还没有 其实我尽量的少掉vi 我尽量的少掉vi 但是也不可避免的 我们下一个就会讲到vi了 不可避免的会用到vi 好 我们来看一下系统启动的时候 他做了哪些事情 看环境 就是默认的运行的级别是二 对吧 我们通过这 我们就知道 为什么ubuntu 它的运行级别是二了 这个其实是我们的share脚本 是我们share脚本这种格式 当然目前的话 肯定不是很理解 但实际上这样的一些share脚本 类似于我们在windows下面写的 windows scrap windows脚本是一样的道理 就是方便我们写一些比较复杂的批处理文件 对吧 比较复杂的一些批处理文件 这些配置文件说白了 也是一些批处理性的这样的一些文件 我们理解 虽然可能有些细节 我们现在还看不懂 因为还没有讲 但没有关系 跟着我来解读一些重要的关键词就行了 我们主要是理解 好 在这些地方 大家可以看一下 他会去检查是否有init table 这个就是我们网上常常说的 特别在红帽里面是有默认的就有这个文件的 但是在我们这里是没有这个文件的 我们来看一下 ETC 下面有buildinit table呢 sorry 是不是没有这个文件 那有的人就搞不清楚了 说特别是我们在查 怎么样更改启动级别的时候 那么 那么我们就会发现什么 一个很有chare的现象 网上全部都说去更改init table 把那个五的级别改成二 这个找了半天 我没找到 对不对 我没有找到 那么但是 这个也就说明了啊 物邦图他与众不同的地方 他的机制不是这样子 他做了一个修改 他希望玩出与众不同来 但是在这里 如果我们自己去建一个这个文件 他认不认呢 所以也是认的 对不对 所以大家有兴趣 也可以去自建 自建这个文件 但是 有的朋友又会说了 哎 三点 我自建了这个文件 我把他的那个登录级别 按照网上说的 有五改成二 我再重启 但他还是默认进入了xwindows 为什么呢 这就是因为 在Ubuntu里面 他的二的这个级别 默认情况下 也是要启动xwindows的 如果你想干掉它 不让它启动 怎么办呢 要在我们的守护进程配置那里去 进行配置啊 在我们的RC那个地方 要进行来配相关的一些配置 所以很多网上的 我看到这些文章 我有的时候感叹 国人为什么分析问题 都都这么盲从啊 这么从众丁实 别人说 红帽下头 从五改成二 就进入文本界面了 那么 在Ubuntu下面 我把五改成二 他没进入文本 我们就不知道怎么回事了 但是有没有想过 在红帽下面 他的二或者三 他是没有启动xwindows的 那个只是级别吗 那只是级别 级别定了过后 真正你启动什么服务 还是要看你 针对这个级别做的一些配置 对不对 但是很遗憾 我在网上这样的文章 一篇都没见到 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 可以深入研究一下 写原创一篇这个文章 发到网上去 让别人受益啊 好 我们再往下 init tab 那么也就是说 大家可以看 先启动了它 启动了它过后 它就去找init tab 就去找init tab 如果没有的话 它就会跳过啊 如果有的话 就会去看它 嗯 OK 那么找了init tab之后 它后面又会去找这个地方 去找什么呢 init d下面的rcs 我们再去跟踪一下啊 进入到init d init d这个d 我们就知道啊 ok init文件夹 是用来放init的配置文件的 init d 我是用来放什么呢 启动时候的守护进程程序的 我们来做一个说明啊 init文件夹 init 启动配置文件 in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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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文件夹 放启动 守护进程的 因为d就是demon嘛 demon 好 我们进来 呀 嗯 这个上一集目录 d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里面有很多的守护进程 对吧 有很多的程序 这些比较典型的 像我们可能也用过的什么 要不要开蓝牙呀 还有sudo 其实也是一个守护进程 看到没有 我们sudo也是个守护服务进程 包括hit也是个服务进程 好 然后他说了 是来什么呢 是来运行他 rcs s 那这个其实是一个可质性文件 对不对 我们来看一下他的文件类型是个什么样子 是个文本文件 所以我们也就知道 他虽然是个可质性文件 但实际上也是个脚本 就类似于我们文字下面批处理 因此我们看一下他里面的内容 rcs sorry oh 这个rcs 这个rcs 实际上 我看一下啊 没做什么事 对不对 没做什么事 不对 我们跑出 跑出地方 我再来看一下啊 我们跑出地方了 看 rcs systemalinit config 没有这个文件 哦 在init下面 好 哦 对 initd下面啊 在initd下面 好 我们再看一下他 init drcs 好 这样的一个文件 那么这个文件 他说他又掉了这样一个脚本 掉的是哪呢 掉的是rcs 缸d下面的 我们进入去看一下 掉了这个下面的一些内容 但实际上 嗯 我们进入到initd 实际上我们的这个rcs啊 但实际上我们的这个rcs 我们用另外一个编辑器打开吧 我们用vi打开看 我觉得cat看的内容好像有问题 很有乱码 vircs 我们用vi 给他打开看一下 实际上他执行的是什么 执行的是这个命令 执行的是initd下面的rs rc这个命令啊 rc这个命令 因此我们再来看一下rc 我这里我就用vi了啊 我就用vi了 我发现用cat竟然会出乱码 用cat会出乱码 我们刚才用catrcs 诶 这个又对了 好 我们现在就进来了 进来了之后呢 我们就来看一下rcs这个文件 我们cat一下rcs 我们进入到init.d这个里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文件 那么这个文件 我们就看他实际上是执行了什么 他是不是实际上是执行了我们的当前文件夹下面的 init.d文件夹下面的rc啊 rc对不对 好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rc catrc 这就是我们的跟踪到了这一步 就是从rcs 然后掉了rc 在这个rc里面我们来看一下啊 这些都是一些pass 环境面量的一些设置 这些我们现在看不懂没关系 我们就找一找他又跑到哪个地方 又跟到哪个地方去了啊 然后目前情况下他可能会进入到这个文件夹 去到这个 没啥 我们现在这个跳过去 这个当然大家也可以下去跟踪一下 那么他还依赖于这些启动文件 好 大家看一下 其实我们会更多的是 他会依赖我们的等级进到这个里面去 就是 在这儿 会进到 会进到我们的rc 后面加上这样的一个环境变量 叫run level 我们当前run level是不是2 那也就是说他会进入到当前的级别的rc rc 这个文件夹里面 我们再去看一下啊 好 先进入到 进入到上一级 然后 cd rc 这里我们先看一下啊 我们先看一下rc 新.d 大家可以看一下 不同级别的 是不是都放在这里 这是一个文件夹 rc01 这些内容 那我们刚刚说了 init rc 我们刚刚说了 init.d 下面放的是我们的实际的这些守护处进程 对不对 放到我们实际的这些守护进程 而这里头的rc 又是跟踪到了我们这些文件夹里面去 所以我们的就是rc加上level的级别.d 这下面大家看颜色就知道是个连接 对吧 是些连接文件 那么这些连接文件 它有一个特点 就是前头有s或者key开头的 那么就代表s就表示start 就表示启动的程序 key就表示key要关闭的程序 那么这些实际上就是他们的 这些守护进程的一个启动和关闭的状态 大家可以待会我们详细看一下这些连接文件 它实际上是指向我们的init.d下面的这些守护进程的 这点大家注意一下 网上你们去查资料的话 他会说是叫rc.d下面放的这些守护进程 那是红帽 那红帽 Ubuntu不是这样的 所以网上这些文章真的不能全信 一定要验证 好 那么下面我们就进入到我们当前级别的rc.d 我们来看一下这些链接文件 我们当然通过l来看一下 大家可以看一下 是不是这些链接文件都指向我们init.d下面的这些守护进程 都指向这些守护进程 而这个s就代表它是启动状态的 s就代表启动状态的 如果有key的话就代表它是关闭状态的 如果有key的话就代表关闭状态 好 这就是我们又跟踪到这来了 跟踪到我们的具体的级别里面的这些内容 这些内容 那么进入到这些内容了之后 大家注意一下 我退出来干嘛 云览rc2.d 这些就是我们的进程的这些 就守护进程的一些启动的过程中的一些具体的状态和服务 那么这些都是一些程序啊 命令啊什么的 这里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 叫rc.local 这个文件我们好像 我们好像比较熟悉是吧 是不是在哪见过 我们一看它的这个链接是指向什么 指向initd下面的rc.local的 好 那也就是说 当它去调用了这些内容之后 它同时会通过这个配置文件 实际上又是一个系统脚本了 你又可以把它当作可执行性文件 又可以当配置文件啊 所以我们是一个可执行性的这样一个配置文件 那么我们就进入到initd下面 我们再看一下rc.local这个文件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本地化的这样的一些运行啊 这就是我们本地化的一些运行 那么如果这个时候我们自己要有一些系统服务 我们希望给它 在启动系统启动的时候运行 我们是不是就给它写一段脚本放到这儿 就是最好的最方便的 对不对 好 所以一般情况下我们就放到这个地方就可以了 我们就放到这个地方就可以了 那么事实上我们会考虑怎么样来放呢 实际上我们有多种方法啊 实际上我们有多种方法 这个以后我会讲到 好 这就是他们大概的这样一个过程 至此一直运行到rc.local 那么我们整个启动过程就结束了 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啊 这个过程稍微有点复杂 就是从我们的init手机能启动啊 这个启动init启动了之后 大家每个可以去跟一下啊 在启动过程中 它首先其实实际上它是用的telinit 那么而且它在引入到字符终端的时候 在进入到字符终端的时候 还会用到我们的getgetget 叫我一直不知道这个字该怎么发音啊 叫getty啊 getty 这叫getty吧 叫getty 这个getty 我们还记得我们这个地方吗 我们按ctrlf1 这是不是进入到我们的 这样一个字符终端 对吧 进入到我们的这个字符终端 是tty1 实际上这个字符终端 它本身也是一个程序 而且还是一个服务程序 守护进程 那这个程序 我们也有很多程序可以选 那我们在这里 我们用的是getty getty getty 这样的一个程序 好 那么有了它 有了这个程序 getty这个程序 我们才能进入到我们刚刚的那个字符的这个样子 然后我们登录了之后 才会去加载我们的线 明白吧 这就是他们这样的一个过程 所以 所以实际上是这样子的 那么 好 我们还是这样说 init呢 它就会去调用我们init文件夹下面 这下面全部都配置文件的 rcsysteminitconfig 然后它呢 又会去检查是否有inittab 如果没有的话 就去 就去找我们另外一个配置文件 叫init.d下面的 就是rcs 就系统的意思 那么它又会去调用rc 那么rc的话 它就会直接去找我们的 具体的运行级别的下面的守护进程文件夹下面的那些服务 那些服务 那么并且去把它 要把它进行启动 启动了之后 就 还是会回调到我们的rc.local这样的一个文件 这样的文件 这就是整个启动过程 那么 那么后面的话 实际上就是tty和我们的cell的一个加载 就和tty和我们的cell 关于这个启动过程 我们就讲到这里 关于这个启动过程 我们就讲到这里 那么我们刚刚看了一下这个 我们再来看一下 在我们的r 在我们的rc2 这个里面 这个就是我们已经启动了的这些服务 已经启动了这些服务 那么如果这些服务 我们想关掉它 如果想关掉它 或者打开它 我们该怎么来办呢 如果想关掉或者打开它 怎么来办 我们再来看一下 我们再来看一下 我们再来看一下